控制台介绍 我们如何找到控制台呢 第一个方法可以在右上角 这个图示上面按滑鼠左键 选择系统设定 这里全部会出来 那你也可以滑鼠移到最旁边这边 找到系统设定 有两个方式可以查 当然你要到下面这边来找 这一条很漂亮的工具列来找 也可以找得到 那一般建议就是用它的习惯 右上角直接系统设定 这样比较快 或者是滑鼠直接移过来 选择这个系统设定 这样系统设定就出来了 不管你要设定显示器 还是 我要设定 假设我要把萤幕保护取消掉 在这里 亮度与锁定 要不要 锁定要不要打开 打开来 就会要求输入 就 萤幕保护也会打开来 要不要输入密码在这里 要在这里 从暂停状况下 唤醒是要不要输入密码 那为了上课方便 我常常是把它关掉 那个人如果在工作 自己的工作的电脑 会建议你把它打开 以免你离开之后 你的画面被人家看到 或者是被人家使用 那要多久的时间 你自己设定 那为了省电 你也可以把时间调 到你自己觉得 适当的位置 那这预设是在这里 那我们就不改变它 所以这设定里面 还蛮多可以 选择的 除了这个 还有外观 还有这是输入法语言 各种 还有隐私各种各种的设定 凡是有关设定的 就来这里找 印表机 一般使用者 还有各种软体变更也在这里 所以简单来讲 有关设定的问题 就是去找 系统设定值 再讲一次在哪里 右上角这边 有一个系统设定值 这是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改变 右边这边 丁选的位置 也有软体中心 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改变了 像这个可以移动 你也可以取消丁选 解除锁定 它就不见了 那所以 一定不会变的 在右上角这里 这边是预设就会有 除非你把它移掉 移掉在这里面也可以选 这个是 控制台的地方 关机 一样在这里点 直接选 关机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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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